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9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繼續來到 星期一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8月21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這一節我們將會跟大家繼續跟進 以及揭露 近日香港最熱門的討論 是國泰 夫婦 由最初這件事 由小紅書爆出 又牽涉國泰航空 即是說是內地 的乘客 跟 香港人的爭議 再牽涉國泰航空 本來這個三部曲 是跟上一次 的地毯事件 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但是 這次 的形勢 並非香港一面倒是支持那對香港夫婦 原因很簡單 因為 是件事 對與錯 比起 那個 乘客 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 問題明顯地更加重要 不過 我們昨天跟大家討論的時候 都說這件事是複雜的 因為 牽涉 內地 的網民 還有小紅書 再加上 香港的官媒在煽風點火 所以當然使得形勢更加複雜 但是 跟上一次不相同的地方是 對於藍絲來說 對於內地人來說 也不是一面倒 是說仇港言論的 因為這次這個內地的女生 其實 也可以說得上 畫面做得相當漂亮的 就算你當他 可能是 像朱森論所說 說他演戲 很假 但是如果人家真的演戲 你不能說人家是錯的 更何況 我看不到 他有甚麼特別 需要演戲的地方 而且由始至終這個女生基本上都是對於國泰 是處理不當 是表示不滿的 就是說如果國泰一早嘗試解決問題 其實一早 整件事的後續就不會發生 我們看看最新的報導 然後再跟大家說說 話說香港的本地 大公文會 亦都在報導跟進這件事 對於 藍媒和官媒來說 最想的仍然是炒作中港矛盾 繼續炮轟國泰 繼續有戀直情熱結 我們當然 跟大家討論過 其實國泰是絕對 是不值得幫的 就是國泰公司 搞清楚 上一次的事件 我們徹底支持國泰空姐的 但是 我們也有質疑國泰空姐實在太過不小心 既然 在背後 是在笑 就是內地的乘客 不應該 是人家在你旁邊錄音也留意不到的 道理也很簡單 因為上一次的國泰空姐 是根本沒有做錯的 對方說錯了英文 所以 他不明白你說甚麼 然後跟自己的同事 在 聊聊天 說笑 但是 笑得太大聲 還要 被其他乘客發現 還要錄音 立即國泰因為 小紅書自說 立即內地官媒批評完之後 國泰這一家公司立即將空姐解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問題仍然是出在 國泰身上 立即 向 空姐 明明空姐其實嚴格來說是沒有甚麼大錯 犯了 就是向他開刀 這次同樣地 是國泰出了問題的 記住 不是國泰 純粹是機組人員 這次的矛盾 是應該在那一對 是自己動操的 香港夫婦身上的 我們昨天和大家也討論過 這對夫婦的行為 極有問題 甚至乎 在飛機上面的其他香港乘客也看不過眼 不是因為你是香港人 每樣東西都對 更何況 連其他乘客也看不過眼 拍攝他們 在背後 襲擊人家的張凳 即是間接透過張凳 襲擊 那個事主 這次的內地女生 實在 是沒有無理取鬧的 她作為消費者 投訴這個國泰 也接受媒體訪問 她說 覺得 跟中港矛盾無關 認為是這兩個當事人 的個人問題 因為她也說明了 無論 是在網絡上面 還是在飛機上面 也有很多 香港人幫她說話 反而是香港的大公和文匯 死心不惜 想再在這次的問題上 炒作中港矛盾 中港矛盾炒作不成 繼續把矛盾針對國泰 所以說國泰這間公司 坦白說是絕對不值得同情的 亦有網民 覺得 應該罷搭國泰這間航空 因為說國泰 是將那兩個 那對夫婦 的香港人 是永久禁止 成立國泰 好 問題來了 這對夫婦回答國泰 然後他們的行為有問題 然後被國泰 禁止再承 好了 然後 部分的香港人說要罷了國泰 真是不好意思 我就不是說 知不支持這件事的問題 而是 一開始 上次國泰 欺負空者 你也應該不要回答的 不是這次 有兩個港人夫婦 踢人張椅子 然後你才說罷搭的 所以真是不好意思 我真是完全是看不到 到底為甚麼這次要罷搭國泰 而不是上一次 又上一次 也沒有罷搭國泰 為甚麼這次 香港人 表現惡劣 還要踢人張椅子 連其他香港人也看不過眼 你要說因為這兩個正在搭國泰 的人 被禁止搭國泰 而你 說不再回答國泰呢 我整個邏輯是完全搞不懂的 完全沒有邏輯可言 例子就好像你說這家茶餐廳惡劣 我以後都不光顧 而他惡劣的原因是因為這家茶餐廳 說乘客 說顧客惡劣 以後不讓他光顧 你說以後都不光顧 其實從這次這件事上 我們真的可以看到一些道理 就是現在 部分的香港人 基本上 是還原 這個2016年或者2017年的狀態 就是有理無理 總之 你是內地人 你就不對 我是香港人 我就一定對 好了 整件事 跟反水貨踢劫差不多 基本上跟政治論述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我當 這對夫婦 是示威 到底 整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呢 其實真的跟政治無關 也跟 反水貨客無關的 就是來來去去 他看不到電視機 所以就發辣 這一種 基本上跟政治意識形態 一點關係都沒有 純粹是討厭 內地人 而且 到最終他們被拒絕乘搭國泰 然後又有網民說要懲罰國泰 但是其實這兩個人 自己都沒有杯葛過 是國泰的 那麼你說 你如果現在真的 才開始 去杯葛 這個國泰 到底其實為了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 都是討論 香港在大概2016年 還有2017年的所謂本土運動 有很多論述是完全沒有辦法成功 除了我不喜歡外來的人之外 基本上 中間並沒有任何的政治論述在裏面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裏面不包含任何普世價值 你總不能夠登報紙 說我現在 被 國內人欺負 叫全世界 的人權委員會來幫我 這個是完全說不通的 而且 是跟私事有關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近日 香港人那一種 叫做 不再講求任何 自由民主的原則 只是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 然後 一有矛盾的時候 就是上升 變成 本地 內地的矛盾 經歷了時代革命五年 現在香港 回到更早之前 回到2017年 2016年 變回 毫無論述 的所謂本土 和內地之爭 其實當日的本土運動 是向著一個沒有結果的方向進發 但是 也很幸運 到最終 明明 香港 是本土派 的論述 和這個 是民主派 民主派不是在說泛民政黨 民主派 就是我們在說 普遍 最重要是支持想香港有民主 的人 本來兩股力量追求的東西完全不相同 非常之幸運地 竟然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裏面 是把兩股力量結合的 更加 單身了 是香港 的論述 而這件事是得到全世界支持的 現在 真的令人覺得很可惜 其實現在 又開始出現反組現象 我們這節 跟大家暫時討論到這裏 我們相信接下來 應該還有很多 類似的中港矛盾碼問題會再出現 到時我們再跟大家詳細論述 最重要 請大家觸緊原則 我們這節時間跟大家暫時討論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作詞作詞 作詞作詞作詞 作曲申刊